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如果耶稣来邀请你去做一个比较长的毕竟 你会如何回应祂呢? 让今天4月26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走往耶稣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耶稣说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天主,也要信赖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 主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 我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为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 我去到哪里,我去到哪里 谢谢天主 我去为给你们预备了地方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若耶稣来邀请你去做一个比较长的毕竟 多花一点时间和他在一起 你会如何回应他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以 我很忙,我没有时间 我需要用我的空闲时间来休息 这些借口来拒绝花时间祈祷,参加弥撒 更何况是花几天时间去和耶稣单独相处 但你若意识到,这样的选择 会让你错过耶稣想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 你或许会三思 很多时候,人们拒绝花时间和耶稣建议关系 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耶稣 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认为只要下定决心,便能得到幸福 然而,很多人却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 他们虽然有理想 但不久后,又怀疑这理想是否是自己想要的 还是社会和家人期待的标准 他们以为用意志力就能达到目标 却没有预料到自己内心的恶魔 惰性、自卑的力量比意志力更强 当人开始发现自己规划的道路 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好时 也许,才终于会开始谦虚 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天主 这时,耶稣的话才会开始有意义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在耶稣内有千古的智慧 有幸福的秘诀 只有耶稣能够带你到你渴望的幸福 并给你走上幸福的道路所需要的恩宠 除非你给他机会带领你 否则,你会一直在生命中走很多冤枉路 你何时会有这智慧 优先把心神和生命投资在和耶稣的关系上呢 请品尝圣言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也在我们生活中火出圣言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祈祷的力量 报名参加一个两天以上的毕竟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让我以实际的行动靠近你 也给自己机会发掘你更大的美好 阿们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将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